徐杨已经没有未来了 宝贝这么多 我帮你分担分担呢 你对她做了什么 没人能作识 整个世界都将由我的能力而消耗 从此 再无天 怎么 派出去的神鬼死光了 怎么办怎么办 只有怎么跟她交代 小姑娘有什么烦心事 你谁 你怎么进来的 累了吧 那就什么都别想 睡会儿吧 福音 小卓 你可千万不要来找我 他没来 我来了 你是 他们对你做了什么 江人 你不好好干活 跑这里来干嘛 那些闯入者连神魁都能杀死 简直太隐形狡诈 我怕他跟那些闯入者有所联系 过来审问审问 这样吧 那让你操心了呀 这是我分内之事 你装得很像 可惜你不知道的是 江人从不多操心 空间法宝中的极品 开天宝任 你怎么会有 是时候 都过来吧 是哪儿啊 二脉 你找帮手 就找一个吗 傻子 蹿这么快 大家快点 不然一会儿通道又关闭了 你们 人还真多呀 你谁啊 怎么有种熟悉的感觉 十三娘 我说你怎么不见了 前来早就到二脉了 老祖可没忘了大家 给了我法宝 特地交代要带大家进来 我特地交代要带大家进来 我特地交代要带大家进来 你怎么也在这儿 谁抓了你 你的力量怎么被抽走了 看来我对下面了解的还不够啊 一群小虫子也敢来二脉猖獗了 哪儿来的早老头子 说话阴阳怪气 长得也阴阳怪气 既然你们打包送上门 那我可不客气了 那我可不客气了 好浓的死气和怨气 这可是我已数十万年来 二脉仙人的怨愤之气 凝聚而成的幽冥神谷 乖孩子 去吧 毒业蜡 毒业蜴 幽冥神谷本就是死亡的产物 万毒不侵 既冥剑气 青叔剑侠 他竟然好放我我杀 好硬的骨刀 持有我大刀 那我来 我还把这狗狗价子撑 都是徒劳 哪怕磨刀神剑 也伤不了幽冥神谷分毫 这狗狗价子跑不动啊 先诸怪狗长 谢了 再来 徒劳的努力看起来最是可笑 这骨头真难肯 肯 那我就会肯骨头的来不就行了 阿平 他真是我幽冥神谷的骨头啊 幽冥神谷 让哈皮咬一口 所有力量都会溃散外泄 溃散 这力量很熟悉 我想起来了 你是从其二脉的守护神兽 你不是被绝天通一剑斩了吗 我错了 自私 是所有生灵的本性 你以为把他们从野人变成修士 就会与兽有所不同 可惜 你太早地给了他们不应该拥有的力量 是啊 轻易得到就会挥霍 然后便是贪婪 如果没有我 如果没有你 他们现在还在打恐龙玩 有了我 还不如当初打恐龙的时候 我以为当人拥有了力量 总会有人把视线离开那些繁华 抬起头看看这天 他们会好奇 天的外面有什么样的世界 天空之后的世界 给他们的自由 该收回了 你比谁先拿下那个姓阴的 那你可要输给我 竟然打劫到我头上 等见到那个阴大人 你可千万别留情 给我往死里揍他 嗯 这是有点叶熟 二脉出了这么多变故 怎么那边一直没反应 嗨 好巧啊 咱们又见面了 徐老祖的徒弟 你们这种水平怎么进来的 什么叫你们这种水平 不怕告诉你 我跟随老祖十几万年 早就掌握了空间之力 进个二代算什么 我都能参透未来 真的 你是不是觉得 这个世界 已经不是你认识的世界 你是不是身处迷茫之中 对这个世界的本质 产生了怀疑 是不是你曾经 坚信不移的 都变得不复存在 你怎么知道的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只要跟过老祖一天的人 都会这么想的 确实 嗯 我用老祖教我的预测之数算大 世界即将毁灭 二脉活将不存 追随我们老祖 才是唯一生路 而我将是你的引路人 绝地天通 分脉各土 有年为初 现在 每一天都会 绝密 车 使用 回来 对 冲 尽量 要 累死我了 你的管束当下有用 但二脉之外会诞生新的仙皇经 纷争仍会不断出现 那我可不管了 管理一个世界可太麻烦了 要不下次从小着手 就从创造一个有趣的宗门开始吧 宗门 对 我要收些有趣的徒弟 自己打造一个宗门 就叫 天兰吧 这名字你觉得怎么样 你 你会喝酒了 天兰 我觉得很好 哇 真厉害 仙剑守护神不是被绝天通打死了吗 怎么还活着 我和绝天通又是什么关系 那你和我们师祖又是什么关系 哼哼 绝天通的徒孙竟然这么弱 你们可没资格迟斗 你才弱 尸祖不尽帮封去啊 心虹见阵 哼哼哼 哼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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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虽弱 哼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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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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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魔物就让我来对付 九天不放 这鬼东西怎么打不破啊 你们怎么踩了 你们怎么都在啊 又来了了 绝天通的徒子徒孙可真多呀 算你们来得巧 方便我一次把你们处理干净 你想得美 大头儿 小瞧我们天蓝帝子 后悔了吧 狂妄 后悔的人该是你们 我跟你们浪费时间了 炼天魂巾 怎么回事 是老大的气息 老大 我可想死你了 可恶 这么多年过去 你还是毫无长进 师祖 老祖 师父 你是谁 我认识你吗 我认识你就够了 我的幽冥之火 是幽月死气所居 不去风水 你怎么能灭掉 这二门 应该不是师父想要的样子 我认识你 出神之夜 开 哪儿来的两个家伙 明明境界不高 竟能连斩这么多仙皇 该死 太嚣张了 老子就算再死一万次 也要将他们斩鱼见弃了 也要将他们斩鱼见弃了 雷 雷蒙 五十万年的雷道先兽 那个不死之身 他不是早通过这关了吗 这两个小子 竟然引起了他的兴趣 这下可有意思了 天雷幽影 好罕见的雷袭啊 陆琴 这家伙的雷可不比你差 听说你们挺能打 来 陪我玩吧 好家伙 你是万斗天雷所谎 抵御雷电的手套 果然不错 果然不错 让我看看 你能抵御多少 好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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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算你们手段再诡异 不是雷道先生的对手 若贤 这帮仙人死了能随便复活 但咱们是硬闯进来的 要死在这儿可就真的死了 哼 怎么 怕了 怕 笑话 天蓝宗的人从不怕死 自从跟了老祖 每次打架总是束手束脚 想不想像当年一样 还以为你从老虎变成小猫 总算是说了句人话 走 哼 好锋利的攻击 这才是他们真正的实力吗 竟然能与五十万年的行人抗好 疯子 简直就是疯子 这就是你们的全部本事啊 可真没钱 雷法万象 这下可真够劲 这 怎么会 我们被打败也算了 一个仙圣 被两个连仙皇都不是个人积伤 真是耻辱 看来 你们并不了解 什么叫不死之神 这 这么不是雷蒙的成名绝技 回元露天 据说被此朝其中 无论是谁 肉身都会粉碎 啊 这场 这妖怪怎么想起来 这场闹剧 也该结束了 喂 不是吧 这 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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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死在魂元露天之下 也是你们的荣幸了 哼 荣幸 我看这成名绝技 也没什么力 没死 不愧是老祖给的宝贝 就是好用 哼 多谢你帮我激发体内所有的雷神之力啊 你 即便如此 你们也杀不死我 是吗 怎么 怎么会 你不过是雷霆所化 而我 是雷霆本身 啊 啊 该死的 连我们也拼 哈哈哈哈 那两个混蛋一定死了吧 哈哈哈哈 痛快 这家打的真是痛快啊 哼 还有谁 你 我让你走了吗 老道 好 今晚就吃他了 去 把他做了 实力不错啊 虽说照规矩见者有份 但这片天地对我有大用 我不管你是哪个宗门的 赶紧走 我只是路过 渡过 这么巧 我再说最后一遍 没有宗门可以打这里的推 我从不骗人 我从不骗人